特别困啊 昨天晚上一点没睡着 特别担心保镖 因为我的保镖 我昨天晚上已经带他去做绝育手术了 我走的时候 他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今天早上一起来 现在脸也没血 牙也没涮 我得赶紧去看一下他吧 看他是什么状态 真的特别担心 走吧 我的小狗 他特别喜欢吃苹果 我给他搞了一个 切小了给他带过去 准备走吧 这个宠物医院 离我住那里是7公里 不远不近 骑自行车的话 不下雨也挺快的 一会儿也就过来了 现在到了 你好 我看一下宝贝 快看看狗狗 我看一下宝贝 走这边吧 你们先帮他 他跟我啊 来 走了 你拿了 你一秒我老我 我去 你一秒我来 我去 老乡 老乡 哎呀 状态还挺不错的 挺坏 他在家里吃肉吗 对 他只吃肉 很喜欢吃肉 嘿嘿嘿 这家伙子 他不是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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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吃了 他就吃了 保镖 小尾巴咬点 尝一点苹果吧 别动啊 哎呀我的天哪 想我了没有 吃苹果 这里 别动啊 吃呀 我给他搞了一些吃的过来 水果还有零食 但是他不吃啊 感觉他状态不是特别好 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昨天输业的跟那个打针的是 包含在那个888的那个套餐里面的 今天所有的费用 又另外算了 就让他继续住院吧 这个住院费是75元一天 嗯 输业是350 哇 400多一天 没事 只要他好就行了 钱这东西嘛 是人赚的 还有啊 就像我以前说的一样 不管你再有多少钱啊 如果你不花出去 那还是不属于你的 真的 哎呦我的彪儿 看见你没什么大问题啊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落下去了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一眼没睡着啊 现在天亮马上就过来看你了 哎呀 从流浪狗逆袭成虫子狗来 他这个医院规模很大的 相对说比较专业一点啊 哎呀 在这里住院我也放心了 说实话 因为他这里住了好几个猫咪 还有狗 那下面还住了个大白 看 哇 这家伙吃那么胖 没少吃啊 这个是好像是说吃东西卡住脖子来住院的 我的宝贝上次就卡住一次 那你的建议是要不要再继续给他打个打针还是 明天还是打一天啊 明天还是打一天啊 至少明天打一天 今天肖炎和珍重的药今天都给他打了 早上就要打了 但目前看着还可以没大问题啊 嗯 那就行 他平时溜弯的话一般是什么时候溜啊你 嗯 我们一般早上溜一次晚上溜一次 对对对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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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也是早上一天晚上一次 早上反正就开时间 一般有空的话就一早就去溜 如果早上没空 可能反正忙完了再去溜 没事没事 这个无所谓 反正就是主要是控制他的这个伤口 没什么大问题就行 别打无所谓 对对对 只要他吃东西吃就没啥问题 对对对 伤口说不好听点 只要只要他不去舔 一般是没法问题的 嗯行 反正流浪狗嘛 因为对他这样也可以 把钱付了就准备回去了 哎呀他这个费用真的有点贵 但是选择这种大型的音乐嘛 心里就比较踏实一点 准备回去了啊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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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